小S屋里头的形象常在网络上分享自拍影片 逗得大家不要不要 14日他和家人去探望奶奶 表示我们爱老奶奶 还让孩子们都给奶奶来个爱的抱抱 之后再上传与奶奶的合照写道 虽然奶奶都不记得我们是谁 但我们永远记得奶奶永远爱她 更提醒粉丝们 好好爱你该爱的人不要有遗憾 随后又发文 有时把悲伤放在横里面 没关系不用挖出来 不完美的灵魂才美 到了晚间他想起已故的父亲 更是情绪崩溃 发了一则四分多钟的影片 镜头前他不发抑郁 只是静静听歌 情绪随着音乐溃停 最后更哽咽对已故爸爸说 如果奶奶去找你的时候 他忘了你的话 你要跟他说我很想你 我很想你 影片一发出让粉丝们都相当心疼 Ace妈也跳出来回应 好了别哭了 我也没爸爸还是活这么老 你还有娘耶 并警告女儿我不喜欢你这样 小S也回 你可千万别忘了我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曾经切来吧 我曾经厉害了解 这次说明天的事 我曾经厉害了解